充满旅游却遇到人贩子团伙 作为记者的女主想要救人于水火 自己反倒深陷其中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快跟喵妹一起看看这部电影 假期惊魂吧 作为报社记者的布雷雅 最近跟上次大吵了一架 因为同事剽窃了她还会写旧的文章 第二天男友约翰为了哄布雷雅开心 开着一辆他想买已久的车 带她去郊外散散心 舒适的下水体验 动听的歌曲 和雪的阳光 一切都让布雷雅心情无必放松 一眨眼他们来到了一个加油站 布雷雅要进便利店里买一些零食饮料 却不小心被店员弄脏了衣服 她连忙到厕所里洗漱一下 唯一碰见了一个局势有些奇怪的女人 门外还有个男人在催促她 面对着布雷雅 女人说了一句更奇怪的话 今天感觉很像独立日 对吗 布雷雅只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门外男友约翰跟飞车党起了争执 幸亏小镇的女警长及时赶到 才直视了冲突 虽然路上有一些不愉快 但在看见漂亮的度假别墅之后 两人的心情都变得无比舒畅 开始了亲密的举动 夜幕降临 约翰好友达伦和他的女友突然出现 达伦是掌管这座度假别墅的人 但是他的到来 无疑达伦的约翰在浪漫晚餐时 是让布雷雅求婚的计划 可毕竟是多年好兄弟 也不计较这么多了 两段情侣开心的享用起了晚餐 期间忽然一个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经过一番推测 可能是厕所里的那个女人 故意塞进布雷雅的包包里的 连想起她说的那句奇怪的话 布雷雅用独立日的日期解锁了手机 里面有大量女人被毒打后的照片 统讯录里还有无数的跨国加密电话 这人一下子就想到了人口贩卖 布雷雅正想报警 达伦却阻止了她 因为别说是公司的 要是出了什么事 她可待待不起 更何况自己没做过什么对不起布雷雅的事 反倒是约翰和玛丽有过一夜情 此话一出 女佣玛丽首先待不下去了 拉着行李箱就往外走 一场愉快的度假就这样不欢而散 忽然门铃响了起来 盆外站着的 正是厕所里遇见的那个女人 她要求布雷雅将手机交出来 布雷雅却让她别害怕 大家已经知道了真相 女人只好无功而返 拿不到手机的人犯在头目 眼都不眨的就开枪结果了她 众人看到这一幕都大立在原地 清醒过来的达伦说 马上进屋拿手机 布雷雅却觉得 交出去也是死路一条 还打了电话报警 紧急之下 达伦拿着手枪威胁 终于拿到了手机 走出门却发现了女友的行李箱 她硬着头皮问 人贩子头目 能不能放了她的女友 头目却发现手机被解开过 那就不能留活口了 一枪了结了达伦 与此同时 布雷雅和男友从后面逃了出去 贩子们在后面追赶开枪 让人动躲西藏 逃进了山上的一户人家的家里 男友拿起电话报警 布雷雅上网发邮件给报社求救 只向贩子冲进来将屋主杀掉 男友一致殊死搏斗 最后同归于尽 被痛欲绝的布雷雅准备开外面的车离开 却被人贩子头目抓了个阵着 此时警察反倒 可没想到的是 幕后主使居然是女警长 他杀死同伴 将布雷雅交给人贩子们 他们用迷针 使布雷雅陷入昏迷 然后带上一辆卡车 布雷雅醒来后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山洞里 玛丽也被抓了进来 又到了给他们打迷针的时间 人贩子头目还想着一亲方则 结果被两个女人合力了结了 尚有一次利息的布雷雅逃至山洞 发现外面正是一开始的加油站 他走进便利店求救 可店员也是女警长的人 这里的报警电话 全都会转接到当地的警察局 还好布雷雅偷走了说明上的手机 向报社求救 再静静等待女警长的到来 女警长有恃无恐地 以涉嫌杀人的罪名逮捕布雷雅 刚走出门口 却看见了众多的警车和直升机 最终山洞里所有的女人也被解救出来 尽管这一案件 牵扯到世界各国的高官这一样 但是布雷雅还是勇敢地揭露了这一丑闻 因为那是她作为新闻记者的职责所在 据统计 在美国有190万妇女被贩卖 而全球则高达2100万人次 每年产生的非法暴力 超过150亿美元 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公益电影 大家出门在外 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呀 那些想都不敢想的黑暗与邪恶 不许离我们一点也不遥远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你的点赞和留言就是对喵